老闆见 他们咋 你看 他们还在往上运动呢 没关系 待会儿有这么好看的 别碰我 队长 你怎么上来了 我本来不想上来的 可是你这上边半天没动静 这夏侯兰的部队 到了山脚下一步 攻上来 这究竟什么意思啊这事啊 不清楚 看来是等增援部队上来再等 再等 再等就给他包饺子了就 山营已经从他们后边 都攻上来了 那太好了 再等一会儿 反倒对我们更有利啊 来来来 我刚才啊 接到前部总统和他指示 让我们放慢节奏 放慢节奏 对啊 说是专家组 我已经从管理台出发了 专程到三号分区拐东八高地 来观看 来这看咱们跟山女的攻守之战 对啊 人家来两天了 什么都没看着 你说你心里边能不失望吗 我想啊 肯定是专程安排专家组 造咱们阵地来观摩 都是韩国的山暴里闹的 恶心不明白了 首相怎么会同意他们出来搅局呢 再说 他态他的本战区 搞这么不靠谱的事就算了 还拿到跨战区跨局主的演习下来耍标 这不是让其他病毒兄弟看咱们的笑话吗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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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又来了 你升什么气还升 我告诉你 我们就是太习惯于没守成规了 知不知道 稍微遇到点不太适应的战法 咱们就开始抱怨对手 说对手犯规啊 对手不道德啊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换位思考了 我们如果不是解放军 是敌对贩族 我们敢用常规手段来对抗解放军吗 我想肯定不能 所以山暴里搅局有搅局的道理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反正我认为 专业化的蓝军一出手 就是跟咱们不一样 你指的哪方面 昨天早上 咱们被莫名其妙地袭击 是啊 他一上来就敢冒充胡蓝军 把两边都袭击了 要不是后面指挥部开会城镇这件事 我还是以为是夏侯兰干的呢 是 这么不讲道理的事情啊 这么不合乎常理的事情 山暴里都能做得出来 我们呢 想都没敢想啊 这明白了 你学历一招 韩鹏啊 就是得有意地告诉我们 他很会 很让人讨厌 很让人烦 可是如果从一个专业化的角度去想 他这么多是对的 山暴里玩得很专业 我们呢 却是很业余 很保守 还真是对的 说到咱们痛苦的地方 恰恰是我们认识上的 训练上的弱点和软肋 是啊 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动你了呢 你说他们是不是也接到了 前部总指会的指示 要等到专家组到位之后才开打 有道理 走 到指挥所喝点茶 我还以为你只知道打仗 还会喝茶 我会得很多 你醒来赶紧走吧 把你那存货拿出来 好好好 第一战区陆军决战2017对抗演习 我去采访过 那是山暴旅第一次亮相 这么说你很了解山暴旅吗 也谈不上了解 我没有跟他们极尽实现接触 我也是一位老军人了 对于山暴旅这种所谓的超强意识 我是举手反对的 比如昨天搅局 打人家红蓝军 搞的演习不像个演习 这种搅局有什么意思 路得人人怨声载道 这不是哗众俱崇吗 在我的印象里 韩蓬是个很不讲规矩的人 我可听说决战2017演习的时候 有一名资深记者 向军委和总部写过内参 揍了这支部队一本 差点还让这支部队给解散 这人就是你吧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搞散一支部队啊 我只是代表许多老同事的心声 部队改革我不反对 但不讲政治 不讲传统 一切照搬外军也是不行的嘛 前副总指挥 为什么让我们推迟进攻 这不可能了 一分钟之后 我们的直升机群 就要对拐东八高地发起攻击 我的地面部队已经进入冲锋出发位置 各位参谋长 尽量等一下专家组嘛 专家一分钟之内到达我就等 要是到不了 我们也不能等到红年满月 一连 二连 三连 现在开始三十秒钟倒计时 我命令 不等空中打击完毕再动作 空气开始 就是你们攻击的信号 一连 明白 二连 明白 三连 明白 一连 明白 一连 明白 喂 旅长 是 参谋长 旅长电话 旅长 我们已经做好进攻准备了 各位参谋长 把和演习指挥部的通话评断关掉 切断跟前副总指挥的一切联络 明白 是 告诉旅长 我上拐动八高定 是 长官 信号已接通 这获得怎么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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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主动请在 我想了想 还是给他一次机会吧 一会儿啊 我们要和专家组会晤 让他做好警戒 是 赶紧把你那些存货拿出来吧 早就破好了 来 尝尝 尝尝 来 不错啊 可以啊 行了 我专家组不来啊 咱们也不等了 选择 走 马上从这参业啊 五分钟以后 全速向拐动八高地推进 出来 四分钟晒 准备战斗 是 好 报告旅长 编队已锁定目标 是拐东八高地汪虎的指挥所吗 没错 是汪虎旅长的指挥所 编队强调攻击 打 是 警察快打 你能不能打 好 好 好